被泡泡又迷迷的温体猪脚 浸入温热大锅水中 温度越深越高 肉块血水杂质随之逝出 老板娘细心捞去浮油肉渣 直到水滚后 以冷水清洗表面 一方面让外皮降温变紧实 另一方面洗去表面杂质 倒进店家独门老卤汁 金黄带着焦香滚滚而来 美好滋味渗入皮肉里头 几小时过去了 卤汁将猪脚肉完美熨染 焦糖色外皮闪着亮泽光芒 各种午菜一同上桌 简单而美好 如同按下食欲按钮 卤猪脚泛着精亮油光 外皮呆呆有弹性 一口咬下Q韧感回荡唇齿间 满满胶直却不油腻 豆腐软嫩 卤汁充斥孔洞间 大肠软中带有嚼劲 再配上一碗萝卜汤解腻 汤头清甜淡雅 萝卜软透 至于主餐则可以来点 肥瘦香煎的猪脚肉大锅拌炒 猪肉油红转白慢慢熟成 猪油也一点一滴缓缓释出 现在人的饮食他们希望少油少盐 所以我们把三分之一以上的油先逼出来 炒好的肉灶同样放进卤锅 而剩下的猪油还有妙用 把红葱头放进现家猪油中 独特香气闻风飘散 颜色也逐渐染上淡淡金黄 铺在乳肉上增添一味鲜香 盛上一碗热腾腾白饭 淋上大大一匙卤肉 光是用看的就想狠狠扒上一口 肉灶肥瘦适中 咸香够味 卤汁确实不油不腻 入口回甘 不过正点之宝是他 知高饭 晶莹的腿裤肉 肥瘦呈现黄金比例 甘甜的醍醐味 胜如每一寸 当年老板娘庄玉华 就是靠着这一碗三重起家 在当地客硕市人气名店 看似风光 但过去也曾经历火劫 工作一天大概都要十几个小时 然后可能是太累了吧 就一不小心就整个就是 整家店就烧掉了 隔壁邻居 他们就在我们家 就是这家店失火了 他们在旁边就跪着祈求 说希望这一家店 就是能够平安 我觉得很感动 整间店烧毁 但幸好有邻居帮忙 短短三天立刻重整营业 近年来 庄玉华更是不断调整做法 希望唤起年轻人 对古早料理的味觉雷达 每一个美味都是每一个每一个步骤 然后去慢慢的去把它做出来 然后组合形成一个美味的料理 这样子的东西其实 我觉得国益国料理跟我们来讲 他们真是真是没拼命的 真是说现在少年人不知道 所以我一定要想说把这种传统的美味 让大家知道 庄玉华以台湾小区为傲 并持着发扬光大的精神 让工作热忱延续30年不打烊 然后再次进行 再次进行